各位同学好 我们现在介绍一下 三至二 范例一 一个物体重量w 为两绳所细柱 如图所示 请画出系统的受力图 再将任何两个力平移之后 围出封闭三角形 好那首先呢 这个它一定有受到重力 对不对 所以我们先把重力画出来 这个就是重力 然后接下来 沿着绳子的方向有绳张力 沿着绳子的方向有绳子的张力 T2和T1 那绳子的张力一定是拉力 绳子不会把你推走 绳子一定是把你拉走 所以这个T2是沿着绳子 T1也是哦 T1也是沿着绳子哦 好就这样子 就设三个力而已 然后题目说呢 请将两个力平移 围出封闭三角形 好那它的意思是这样的哦 我们把 想说是这个力 T2 复制一个 力T2 直接移好了 直接移 然后跟这个W去重合 跟这个重量去 重量的重点去对到 T2的起点 那再来把T1也平移 这样子 但是T1有一点太大 太长 所以我们要 把它给 缩短一点 把它缩短一点 缩短一点之后 再把它移过来 好就这样子 这样就是维成了 封闭三角形 那这个封闭三角形的 意义就是说呢 这三个力合力为0 这三个力合力为0 才会让它 禁止嘛 所以意思就是 W向量 加T2向量 再加T1向量 最后等于合力 那合力 其实今天就是0 好那所以 它会形成这个封闭三角形 合向量为0 那因为它刚好是 60度和30度 那根据一些 几何的判断 我们可以很轻易的 看出 看出这个角是60 底下这个角是30 那这里是90 对不对 这个就是 画辅助线 画辅助线 我们就可以 看得出来 所以如果 斜边是W的话 T1就会是 2分之W T2就是 2分之跟号3 W 就这么简单 那重点就是 当 一个 只受到三个力的 物体 它合力为0 那这三个力 一定会 可以合并成 一个 封闭三角形 它的合向量是0 我可以合并成 我可以合并成 我可以合并成